花蓮縣警察局22號晚間接獲警卷署緊急通報 花蓮縣疑似有消費者購買到 新北市警方在8月間在新莊區查獲疑似 含有悲州豬瘟病毒的肉製產品 因此花蓮縣警察局立即和地檢署 成立了專案小組連夜配合花蓮縣衛生局 還有農業處來執行聯合集查 了解這一批肉製品是不是有流入的情形 你今天早上就買這些有沒有已經煮掉的 雞茶人員配合花蓮行大幹員 22號晚間連夜找到疑似購買非洲豬瘟 染疫肉製品的民眾家中 打開冰箱清查所有的豬肉製品 不管是已經烹煮還是冷凍冷藏的生鮮豬肉 雞茶人員全都要搞清楚豬肉來源 花蓮縣警局接獲通報 疑似有民眾不慎從網路購買 染上非洲豬瘟病毒的豬肉製品 立即尋現找到這幾位購買豬肉的民眾 查扣了少許肉品 並且由農業衛生單位當場查扣 抽檢送宴中 初步調查本縣的消費購買的民眾 大概三到四名 情事局表示目前查出的問題豬肉數量不多 而且都是從網路上購買 由於民眾買來自行食用 沒有加工製成其他的肉製品販售 因此花蓮地區的居民不用擔心 會出現染疫豬肉外流的問題 由於秋節將至民眾如果擔心 接受的肉製品禮盒有問題 也可以送到動植物防疫中廳確認 或交給防疫中心直接銷毀 記者 傳統報道 好想說 好想說